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本週三10月25日凌晨12點45分 歐冠分組賽A組將有好戲上演 拜仁·蒲尼克將會作客對陣加拉塔沙類 雖然拜仁·蒲尼克取得兩連勝身處A組的首名位置 不過兩隊之間的分差只有2分 加拉塔沙類只要這場比賽取下勝利的話 就能夠越過拜仁·蒲尼克取得A組的首名位置 相信雙方今次對壢一場激戰在所難免 加拉塔沙類雖然是一支土耳其的超級聯賽球隊 但他們在歐冠聯賽場上已經身經白戰 球隊歷史上最好的成績就是殺入半準決賽 而今屆的加拉塔沙類試隔多年後 重返歐冠小組分組賽 他們在外圍賽一路過關斬仗 並且踏上分組賽的尾班車 對於加拉塔沙類來說 球隊能夠參加小組分組賽已經是值得球迷稱讚 而他們目前的表現已經遠遠超越了球迷的期待 加拉塔沙類目前以一勝一和、不敗的戰績 在分組賽中力壓著萬聯和哥本哈根 僅次於兩戰全勝的敗人 前鋒伊卡迪和中場艾道高谷功不可沒 伊卡迪今季代表球隊出戰15場已經攻入14球 而艾道高谷本賽季已經為球隊貢獻5個入球 和7次助攻 但根據消息 伊卡古腳裸金帳有傷可能上陣成儀 今次面對實力強勁的拜仁‧毛尼克 加拉塔沙類仍需要嚴陣以待 在另一邊雙方面 拜仁‧毛尼克擊敗哥本哈根之後 拜仁‧毛尼克已經連續36場 歐冠分組賽不敗 期間更勝出33場賽事 作為歐聯的豪門球隊 近年拜仁‧毛尼克 都會在歐冠小組分組賽以第一名出線 想在他們手上奪走勝利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況今年夏天 拜仁‧毛尼克還迎來了前鋒卡尼加盟 而這位英格蘭的國腳也不負眾望 他今季得甲出戰8場已經攻入9個入球 並貢獻4次助攻 而在歐冠也得到1個入球和1次助攻 是球隊進攻的主力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拜仁‧毛尼克目前遭遇傷病潮 前鋒格納比和後衛烏帕‧美卡路等人 因為傷所以無緣披夾今場賽事 主帥‧杜曹也因此而感到苦虜 陣中有大量傷兵 將會影響今場球隊的發揮 因此拜仁‧毛尼克要面對 去士氣正旺的加拉塔沙類 拜仁‧毛尼克依然是要小心為常 我是Wally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Post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